哈囉 大家歡迎來到這禮拜的新手友善特區 這一集要來跟大家分享的是前幾集都沒講到的 沒錯 就是新手開跑前到底該如何熱身準備 所以今天我們要帶大家做幾個熱身的動作 讓你在身體準備好完全之後再開始訓練 這樣對於你的跑步過程當中比較不容易有運動傷害產生 也會讓你的關節活動度跟運動表現可以有效提升喔 最重要的是我們後面 還會再教大家如何在訓練後可以友善的收操 讓你在一個禮拜每次訓練當中不會有過度疲勞的累積 讓你影響到下一次的訓練 OK 那我們就開始吧 跟著今天的流程是非常重要的喔 第一個大家請找一面像這樣的牆 這不是牆啊 就是找一個可以撐的東西 扶著之後我們要啟動一下你的關節活動度 所以撐好之後我們做一個左右的白腿 那在白腿的過程呢 你可以隨著幅度從小到大從慢到快 也可以慢慢加入有點墊腳的動作 把身體重心拉高 這個時候可以讓你的關節活動度可以有效的打開 那左右呢 我自己通常在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會大約做15到20秒 然後做完換邊 左右白腿 讓我的臀肌髖關節也可以稍微的活動伸展開來 因為有時候做一整天 要開始跑步的時候 其實就全部都卡在一起 對於待會要開跑是不太順利的 那做完 左右側面之後 可以轉向側邊扶著牆壁或是欄杆 做成正面的 一樣是前後抬腿 往上 這個角度呢跟剛剛有點不太一樣 那伸展的髖關節 腿後側肌群 還有屁股周圍的臀股肌 會有點稍微角度上的不一樣 也可以得到比較好的熱身效果 OK 大約15秒交換 那現在天氣這麼熱啊 有時候這樣做一做就已經滿身大汗了 所以到底開跑之前 要不要做一點小慢跑熱身 我覺得看當天的客表強度 如果你那天只是要慢跑 或是快走 像這樣的客表 我覺得稍微做一做關節操 在開始也是OK的 以現在這種天氣 但如果是冬天的話 就建議大家可以稍微小小的緩跑一下 對於你的肌肉溫度提升 會比較有幫助一些 OK 那我們進去下一個動作 下一個我們要做的呢 是啟動我們的髖關節 跟腿後側比較屁股的位置 因為剛做完 我們剛剛撐牆白腿的動作 只是稍微啟動 我們接下來會把活動度慢慢打開 所以待會兒 直立站立之後 抱膝往上抬 會感覺腿後骨二頭肌群 還有你的屁股 臀股肌的位置 稍微有點延展的感覺 往上墊腳 往前走三次換邊 抱膝之後穩定 往上墊腳 往前走三次換邊 抱穩 往上 那這動作除了啟動我們的腿後側 還有臀中肌 臀下肌之外 最主要還有一點點的核心參與 因為這個時候 如果你肚子不穩定 會歪來歪去 然後懷關節的參與很重要 所以 單腳站穩的這個目的呢 其實就稍微啟動你的懷關節小肌群 搭配往上延伸 啟動腿後側 站穩之後 往上 站穩之後 往上 那這個動作如果 做了大概10到15公尺之後 就可以感覺到 我的活動度好像有稍微變好一點 搭配剛剛做的這個撐牆白腿 會讓你的動作 循序漸進的把關節活動度打開來 下一個 我們要來伸展的是腿後側 下一個我們要做的是 坐姿滑船 主要是伸展的位置 是小腿大腿 腿後側的肌群 所以待會我們要做的時候 第一隻腳往前延伸 前後腳的位置 大約不要超過一個腳掌的距離 所以像這樣 就太大步了 因為這樣會不穩定 所以小小步的往前 腳跟著地 這個時候後面的腿 屁股重心往後做 然後後面後腳的位置 有點屈膝微彎 讓你的前腳打直 然後我們在這樣的情況下 做一個往下滑船 延伸向上伸展的動作 然後一樣往前走三次換邊 腳跟著地 屁股往後延伸 往下滑的時候 要感覺大腿小腿後側有延展的感覺 往前三次換邊 腳跟著地 屁股往後 注意你的前後腳 不要超過一個腳掌的位置 屁股重心往後 前腳直吸 後腳微彎 滑 向前 往前三次換邊 腳跟著地 屁股往後 屁股往後 那如果你覺得只滑還是不夠 你也可以像我這樣 滑 滑 再起來 就讓你有前有後 讓你離心向心 都有稍微伸展的感覺 OK 換邊 腳跟著地 屁股往後 一前 一後 我通常是像這樣 三次 腳跟著地 屁股往後 一 二 三 再往前走 那這個動作呢 就可以有效的對於你的腿後側 大腿後側 小腿後側 還有膝蓋後面的稍微軟組織 可以有效的去做一點點延展性的熱身 那做完這樣的動作 你會覺得 我腳好像後腳 舒適不少 接下來我們進下一個動作 下一個動作我們要做的是 所以弓箭部外展 稍微啟動你的髖關節 再更進階一點點的延伸動作 待會前後呢 先呈弓箭部的準備姿勢 弓箭部的動作 身體躯幹打直 前腳 躯幹 大腿小腿成三個九十度 後腳膝蓋有點微彎的往下 這個時候其實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應該就會覺得有點緊繃 有點卡 那如果你的腳太直 它可能就伸展不到 我們主要伸展的部位呢 會是後腿的髖關節 就是後腿的這個位置 所以在往下的時候 你會感覺後腿一定有點被拉開的感覺 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要做手撐地 右腳在前 我就是右手 手肘可能碰一下 你的腳再往上做一個轉體延伸 啟動你的胸椎活動度 OK 所以連續動作會像這樣 往前弓箭部撐地 手撐地 手肘碰 轉體向上延伸 然後往前換邊 弓箭部 手肘碰腳 往上轉體 啟動你的胸椎活動度 OK 往前延伸 捧 往上轉 往前 空箭部 手碰 往上轉 這個時候就可以感覺到你的髖關節活動度越來越好 也會讓你的白手越來越順暢 因為胸椎的活動度也慢慢被啟動打開 往上 手撐地 手肘碰 往上 OK 這個就是一個啟動髖關節 腿後側 比較全身性的動作 再加上啟動 胸椎的活動度 OK 下一個 最後一個我們要做的熱身啟動 會是懷關節搭配你的核心 全身性的一起熱身啟動 待會我們要做的動作 先單腳站立 另外腳維持大約抬45度 MAXC的動作 我們都要做這樣的單腳 往前往後延伸 側面看起來從頭 髖關節到你的腳 可能成一個直線往後延伸 這個動作 第一個啟動的位置是懷關節要穩定 你看我腳會一直走來走去 需要站穩 第二個是腿後側 會有一個類似硬舉的動作 可以伸展到屁股的後側 延伸到大腿 第三個是往前啟動的時候 我的核心肌群必須要穩定去參與 如果沒力我可能就會掉下來 那這個時候 透過這樣的動作就可以啟動 懷關節髖關節到你的核心上肢的肌群 所以待會動作 站直 往前往後延伸 慢慢做 1 2 回來 往前三次換邊 單腳站 往前往後站穩 1 2 有點不穩 這時候就是腳踝不夠處理 往後 1 2 回來 換邊 單腳站 往前往後 1 2 回來 側面看起來盡量讓身體成一個直線 不要讓上半身有掉下去 或是腳勾起來的狀態 伸直 肚子穩定 回來 做的時候要特別注意的地方是你的身體軀幹 是正面朝向地板 不要有歪斜的動作 正面朝向地板 這時候屁股才可以有效的參與 往下蹲 往前 回來 換邊 回來 OK 像這樣的動作啊 大約也是做10到12次 你就可以感覺到你的 懷關節 髖關節 跟核心肌群 微微的痠痛熱熱的感覺 那這樣代表已經有效的啟動熱身了 通常做完這樣一套 大約要花10到15分鐘 但是你就可以感覺身體已經進入一個 欸 我現在開跑 狀況很對的感覺 因為通常啊 很多新手跑者剛開始跑步的時候 最常遇到就是 為什麼我剛開始跑 很痛苦 然後跑得很累很喘 還是覺得身體很不舒服 通常跑了可能10到15分鐘 才進入比較好的狀態 就是越跑越順 欸 怎麼突然變得很輕鬆 通常就是因為前段的這個時間 都還在熱身的這個過程 你還需要很大的力氣 去讓身體的肌肉溫度加溫 讓活動度打開 所以這個時候跑的時候 是非常辛苦 因為活動度很卡的情況 運動表現就會比較下降一點 OK 那我們今天最主要 要教大家的熱身環節呢 是希望大家在開始訓練之前 讓身體做一個比較好的準備之後 在開始 可以有效的預防運動傷害產生 因為通常運動傷害 都是在身體沒有熱身完全 或者是突然超之過急 速度衝太快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肌肉在還沒有熱身完全的情況 就很容易有拉傷 或者是運動傷害的產生 所以這樣的目的 就希望大家可以在 沒有受傷的情況下 逐漸循序漸進的把刻表 然後那個量堆疊上來 所以記得在每次訓練前 最好都花10到15分鐘 做一套這樣的完整熱身 那最重要的是今天 教大家的這個順序啊 也是要依照今天的順序來做 會是比較好的方式 因為透過我們原本幫大家編排的順序 比較可以從小肌群慢慢啟動到大肌群 也可以從比較淺層啟動到深層 在這樣的熱身流程之下 比較不會有運動傷害的可能 也可以讓你慢慢的 因為上一個動作啟動 對下一個熱身的動作 會更有幫助一些 所以大家記得 跟著今天的流程是非常重要的喔 那最重要的是 前陣子拍的這個超簡單的課表 也有超級多跑者來詢問 然後來加我的Line App 鎖取 那先跟大家廣告 如果你還沒有鎖取的話 可以加我們Line App 然後輸入超簡單的課表 這幾個字就可以出現 但如果你已經拿到課表 然後操作一段時間 感覺好像身體很適應 然後好像有點太簡單了 不用擔心 我們在一個月後 就會開第二份的 稍微進階一點點的課表給大家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 建議大家還是循序漸進的 依照目前的課表來進行 才不會超之過疾和運動傷害的產生 因為通常你一次做到兩次做到 好像覺得好像很輕鬆耶 可是我跟你講 訓練是持之以恆的 它沒辦法從一週兩週 就看到你的訓練表現 通常你一次兩次可以做得到 但如果一次做到四個禮拜 通常身體逐漸累積疲勞的情況 有時候運動表現 就跟大家一開始想的不太一樣 所以建議大家 還是慢慢來循序漸進 比較不容易受傷 那最重要的是我們下一集 也會跟大家分享 一個關於收超的這個環節 因為今天發現做完超 竟然就已經時間有點快超過了 所以沒關係 下一集我們會再帶大家做一次完整的收超環節 那建議大家 在訓練之後也可以良好的收超伸展 也對於你的下一次訓練會比較有幫助 不會有太多的延遲性痠痛產生 讓你影響到下次的訓練 OK 那我們今天的這個新手友善特區 熱身環節在這邊結束 我是你的江南隊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也歡迎新手POSE在下面留言 你還想看到什麼樣的主題內容 我們在未來有機會分享給大家 那我們就下一支影片見 掰掰 那支影片見 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